这个徐州巴海姆这个事情 它一开始发生 背景是因为有人口问题 现在人口应该是说在下降 然后中共就推出生两个孩子 生三个孩子 放宽那个一胎化政策 是这样来 然后呢 因为那个放宽这个一胎化政策 从生两个到好像 现在是生三个对不对 那鼓励大家生孩子 当然很明显 中共当局知道 人口有问题 那现在大概是每年新生人口 大概一千两百万 即将变成一千万 然后呢 不是有人说印钞票来鼓励生孩子吗 希望每一年多生五百万 那就是从一千万变成一千五百万这样子 那这个就是反应这个人口的危机 然后就来了 因为这个八孩子的爸 他养了八个孩子 就被当作典范 鼓励生育嘛 被当作典范 然后很多 就因为有了热度 很多自媒体人就想来蹭这个热度 抢这个热度 就到那边去自拍 对不对 然后干什么 结果呢 就无意中发现这个 铁链 这个房子里面有个铁屋里面 有个用铁链绑起来的女人 就意外发现 所以很多自媒体人以为去那边抢新闻热度嘛 是 对啊 结果就意外才发现这个事情 那这个事情出来以后 这个体现官方 当然报告就像刚才明夫兄这样的 改来改去对不对 那显然在遮掩 真相 那这里 地方官员互相掩护这种事情 简直是稀松平常 那现在产生一个问题就是 当初一开始的 后来众议也把他 本来说没事 他们有合法婚姻什么没事 后来众议也把孩子的爸抓起来 那什么罪名呢 问题出来这里 什么罪名 非法拘禁 然后网路上的网民就炸锅了 这种事情你只给他起这个罪名 就问两个罪名你怎么面对 第一个就是强暴罪 第二个呢 非法拐卖人口 对 妇女拐卖的事情 这个你不用讲 还有伤害啊 把他压师都拔光 对 那个都是个人的那个侵害 对不对 然后呢 那个拘禁他的那个 限制他的自由 人身自由 这根本就是奴隶罪啊 对 所以你只是强调 非法拘禁这个罪名 对不对 那个强暴罪跟那个 那个人口拐卖这个罪 你都不谈 当然不能谈嘛 现在问题是 这个又不是个案 听说徐州当地啊 那个有很多的妇女 那个尸体被就是 被丢到河流上面 河流上面有那个浮尸 然后被捞起来 有很多这样的案例 如果你网路上搜一搜的话 都有 我们知道以前这个 这个所谓的一胎化计划生育的时候 把很多那个小女孩啊 刚出生之后就把她淹死 对 但你现在讲的是妇女 对对是妇女 就是说那个大人成人 那很可能就是 比如说有一个说法是这样 那个小孩子的爸叫董志明 当初合法登记结婚的那个 假设那个证件不是合成的 那个女人跟这个女人 不是同一个人 也就是说他当初结婚的时候 那个人可能死掉了 就被扔到河里了 后来抓了这个人来顶 所以这为什么 这个查下去 那这样年龄凑得上吗 就是凑不上嘛 所以台湾引起怀疑嘛 当初结婚的那个人 跟现在你看到的这个人 所谓八海姆 可能不是同一个人 那如果这个先开来的话 这个当局护证机关 警政机关什么 现在网路上已经把那个找出来嘛 是 就是说结婚证上的那个照片 然后跟现在这个照片来比对 然后还有那个李莹的照片 拿来跟他比对 这样嘛 现在很多事情可以做 所以现在有一个怀疑嘛 就是他当 他现在把目前这个 被铁链绑住的这个女人 讲成是他的合法夫妻 有结婚嘛 但是结婚的那个人 可能不是这个人嘛 这个问题就大了嘛 那个人哪里去了 所以那个人很可能死了嘛 然后现在这个女人呢 就顶上去嘛 因为那个原来结婚的那个女人 照岁数推算 他1969年嘛 然后呢 这个后来那个说了那个小花梅 那个算起来应该是1979年 就差十岁 所以这两个不是同个人 反正这里面有很多的那个事情 还在进行中 那我们这里要讲的就是 辉法拐卖人口 这个事情 包括制造假的那个结婚证 或者假的人户口资料 什么 如果有这种事情的话 那肯定要公安跟民政 这两个单位的官员卷进去 所以这里面地方官员的那个 官官相互的问题 卷进去人口贩卖这个产业链的问题 这个问题让中共 处理也不是 不处理也不是 因为一不小心爆开的时候 报到包括强灾器官等等那种 跟公检法的这个勾结问题 就是拐卖妇女这一个 后面还有活灾器官 这也是个产业链 对经常会连在一起 对然后后来说不定将来还有 也许毒品买卖 这边还有更可怕的事情 对然后呢 现在当然就引出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现在知道 网路上这个黄万胜 这个录音讲到说 一有查出一个两个确诊案例的话 那个地区就全员强制性核酸筛检 就是那个中共前一阵子 2020年来说从美国找回来的 中国的学者叫黄万胜 来做防疫的问题 对他的录音 我就把这两个事情连起来 黄万胜讲的事情 就是说权贵阶级其实在背后 那个经营这个核酸检测 有巨大的庞大的利益 所以动不动就 他说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 是强制核酸检测 用这样来对付疫情的 没有啊 就只有中共 他号称清零政策嘛 可是核酸检测这个利益很庞大 那后面的后面的 都是权贵阶级的企业在里面 所以一般我们理解说 他清零可能是为了要掩盖 他的那个疫情还有维稳 但是在这个之外 他维稳同时 他也是要不忘去 借此赚黑钱 对对抗疫情当然是表面上 是这样没有错嘛 这也是一招啦 虽然不是很好的招 可是呢这个核酸检测 这个东西有利益嘛 然后更严重的是 根据他的那个录音爆料的是说 我们的市 他那个说我们的市计 这个很九成的钱 是付给美国的 因为那个东西有美国有专利 所以他那个 他那里面钱可能只剩10% 然后那个东西 据说还有6000多亿 6700亿 也就是说这个核酸检测 这个背后有庞大的商业利益 那权贵阶级就把手伸进来 我们把它称为什么 以权谋私 权钱交易 对不对 就是贪腐嘛 就习近平在打贪腐嘛 针对这个嘛 问题来了 徐忠巴海姆这个事情表示 权力不只是贪腐 捞钱而已 他还可能 以权力做基础 来进行犯罪行为 因为那些犯罪行为背后 也是一个产业链 包括器官的供应 还有包括这个 帮你生孩子的这个女性 的拐卖 那这些都是犯罪行为 他今天可以从外面搞人 他当然可以从监狱里面搞人 就可以 那从监狱里面搞人 就可以随之找罪名 就扣人来抓人 就是说权力的滥用 不但表现在捞钱 抢钱这件事情 也表现在犯罪行为 尤其是犯罪行为背后 如果牵涉一整个黑色产业链的话 所以这个问题就出来了 所以这个另外还有一个插曲 就是在中共上层 听说习近平的老婆 彭丽媛讲话 对这个事情 拐卖妇女这件事情 后来人们去追查 发现彭丽媛是山东省西南端的 那边的一个小地方出来的 那个地方恰好是江苏省西北角徐州 然后河南省的东南角 安徽省的北边那个交界 四省的交界那一带 所以那一带的文化圈是很相近的 就是江苏 山东 河南 安徽那个地带 然后所以彭丽媛感觉上 好像是有那个地方的文化 然后那个地方徐州那边出现这种事情 他觉得好像感同身受一样 要仗义直言 那问题是习近平就要想清楚 那些地方官是哪一派的 如果那些地方官是江派的 搞不好他就搬了 对 就是说习近平还要考虑到 这个东西对党的形象伤害有多大 所以这个徐州巴海姆的事情 他让我们了解中共的体制 可以说地方官员这个层级出了很大的问题 因为整个体制没有办法真正的制约 真正的监督 那所以这些官员全部是眼睛往上看 不会往下看 然后来很多的那个犯罪行为 抢钱的行为 贪腐的行为 黄不胜黄 就是一大堆的 就这样子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留言 按赞 订阅 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那么感谢各位长期对我们的支持 新闻大破解团队将持续为您制作 更有值的节目